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罗汉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池因缘尊者上级 一池因缘尊者呢 他又叫做僧户 他是设立佛的弟子 因为德恨高尚热心助人 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因缘僧户经里面记载 当时在社会国里面有五百位商人 他们想要入海财宝 商人们呢 希望有一位法师可以带在他们的船上 可以实时请问佛法 因为文法的功德就可以平安顺利 商人里面有一位长者 推荐僧户比丘可以作为他们的护航法师 所以商人们呢 就到了僧户比丘的地方 表达他们的心意 僧户比丘说 嗯可以呢 去问问我的师父 如果师父答应了 我就会接受你们的邀请 僧户比丘呢 就带着商人们到了设立佛的地方 顶礼设立佛后 商人们呢 跟设立佛表达他们的心愿 设立佛尊者也说 嗯可以呢 去问问佛陀 设立佛尊者带着僧户比丘 还有商人们到了佛前 顶礼佛族常规合掌 问佛陀说 世尊我们呢 想要到大海里面 采宝 希望生物比丘可以在船上做说法师 我们可以实时请问佛法 因为文法的功德就可以平安顺利 这时候世尊呢 知道生物比丘该广度众生了 所以就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 商人们非常的开心 就带着生物比丘 出航去了 可是还没到宝藏的地方 就被龙王抓住了 商人们呢 非常的惶恐 都常规合掌 问说 请问是哪位神奇呢 为什么要抓船呢 如果有什么想要的 就赶快现身吧 那时候 龙王呢 忽然现身 商人们呢 就问说 请问有什么想要的吗 龙王说 把生物比丘交给我 商人们说 这位生物比丘 是我们从世尊那边 还有舍利佛那边起来的 怎么可以给你呢 龙王说 如果你们不给我 我就把你们都杀光光 商人们呢 非常的害怕 就想到了 在佛陀那边 听闻到的寄语 卫护一家 宁舍一人 卫护一村 宁舍一家 卫护一国 宁舍一村 卫护生命 宁舍国财 这时候 商人们呢 非常的舍不得 把生物比丘 交给了龙王 龙王非常的开心 把生物比丘 带到了龙宫 龙王呢 就把四位 聪明智慧的龙 交给了 生物比丘 龙王说 请尊者 为四位龙子 交四阿寒 第一只龙呢 交正义阿寒 第二只龙 交中阿寒 第三只龙 交杂阿寒 第四只龙 交长阿寒 圣户比丘说 好的 我会教导他们的 第一只龙呢 他 默然听受 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只龙呢 闭着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第三只龙呢 把头歪着一边 第四只龙呢 坐得很远很远 那这位 这四只龙子呢 都非常的聪明 在六个月中呢 就背诵了 四种阿寒 都记在心里面 没有肉吃的 这时候龙王 到生护比丘的地方 问生护比丘说 你快乐吗 生护比丘说 哎呀 我非常的烦恼啊 龙王说 为什么烦恼呢 生护比丘说 受持佛法的人呢 要有诡则 可是龙王 龙王的四位龙子 在畜生道里面 根本都没有规矩 龙王又说 大德啊 不应该骂这四只龙啊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保护 要保护您的性命啊 龙呢 有四种毒 没有办法 如法受持毒诵 第一只龙呢 他默然受 是因为有生毒 所以没有办法 如法 如果出生的话 一定会 伤害了您的性命 所以默然听受 闭着眼睛的呢 因为有剑毒 所以没有办法 如法 如果呢 如果看了师父一眼 一定会伤害师父的命啊 所以呢 他才会闭着眼睛 那头歪着一边的呢 是因为他的气有毒 所以没有办法如法 如果他吐出来的气啊 碰到了师父 一定会伤害师父您的命 所以没有办法 如法的 听受 那坐远远的那一位呢 是因为 触毒 没有办法 如法 如果他的身体 碰到了师父 一定会伤害您的命啊 所以他会 他就远远的 听受 那时候 五百位商人 财宝回来了 到了 失去师父的地方 商人们呢 就 讨论说 我们当时啊 在这边 失去了 圣护比丘 今天如果回到 佛陀那边 设立佛尊者 穆连尊者 诸大尊者呢 问我们说 圣护比丘去哪里了 我们该怎么回答啊 这时候 龙王知道商人们回来了 就把圣护比丘 交给了商人们 告诉他们说 这是你的师父 圣护比丘 商人们呢 非常的欢喜 平安 平安的 离开了大海 今天 罗汉的故事 一时因缘尊者 上集就分享到这边 一时因缘尊者 下集呢 就会分享 一时因缘尊者 下次的故事 今天的分享 知识功德圆满 感恩大众 不失慈悲欢喜 阿弥陀佛